歡迎來到K-Guy Fishing 久違的來釣個野池 上次釣了野爐大概是2021年10月的事情 到現在已經過了兩年 一樣也是在這口釣到的 其實這是很一般的釣友 但是有一個特別之處 就是我第一次拿這把桿子 釣野爐 Haren 832 別名 DASWE 這個DASWE 就是三個點的意思 像是你常常可能會聽到一些什麼 www.com 這個DAS 就是點 那上次釣野爐用的是 Haren的疾風7-5 也是第一次帶出場 那這一次 第一次帶這把桿子出場 有重於 就值得紀念一下 而這一把算是信仰之竿啊 就聽我威威到來 其實這一天 我是沒有一定要釣野池 因為我早上是去搞河口的 假如河口的窯礦不夠好 我最多只會熬到一點多 那身為一個自由的釣魚人 出門沒有天黑就是不回家 所以就把野池當作一個備案 那你現在看到這裡 就是要當天河口 Lost side 先說一下河口的情況 這天呢 是2023年 12月23號 剛橋底大約是下午2點 我早上快11點的時候開掉 岸邊一個人都沒有 一個人都沒有 這時候我其實就覺得 哪裡怪怪的 所以站位也是隨便我選的 拋個幾岸 馬上就咬了一下 但是非常悲劇的脫鉤了 後來我就盡力的泡 到處的泡 都沒有藥 甚至還炒米粉 斷在餡杯內 光炒餡頭我就花一段時間 再解米粉 我又花了一段時間 這也是為什麼我平常 釣爐魚的時候 我槍柄都不用劈的原因 如果都在餡杯裡面 真的太花時間了 總共花了30分鐘 整整30分鐘 我才處理完 可以繼續的泡 這段時間 心態基本上已經 快炸了 想要繞跑的念頭 也浮上來好幾次 但身為一個有熱情的釣魚人 是不會這麼輕易被打敗的 所以又繼續的 歸了下去 沒錯 就是歸 一直歸 一直歸 歸到下午1點 才找到魚 差不多的區塊 咬了三竿 這兩竿都是咬了開 開不了 可能是魚太小了 終於在第三竿 起魚 解放了我今天的歸期 馬上收竿 開啟備安 來到兩年沒有來的野池 那剛剛說到了信仰之竿 主要是因為這把竿子太長了 八尺三的長度 在許多的野池 都不適合使用 就像是這一口野池 大部分的位置 都沒有辦法正常的拋頭 你就必須想盡辦法拋 就像我當初紙餅 也是這樣練出來的 不過紙餅沒有草莓粉的問題 自然也會比較好練 那就回歸正題 我沒有期望 會在這裡 釣到兩竿 畢竟這裡是一個 超級大重點 釣個瓜子開光就好了 我的要求不高 門口處這邊 我是大概拋了一下 拋木運氣 想當然 煤火是很正常的 接下來我就 往前走 在這一個位置 有個還可以拋一下的距離 我就把奧爾彈下去 稍微抖個幾下 ㄟ 起魚了 今天的目標已達成 哥巴吉一條 再往裡面有個內奧 通常這個內奧 然後都會有哥巴吉 果然就跟我想的一樣 在這個區塊 我咬了大概三下左右 只是魚太小 每一條我一開槍 它就會飛出水面 然後就脫鉤了 而後續就比較慘了 裡面有許多的位置 都是我沒有辦法拋頭的 那終於到了一個比較開闊的位置 但可惜今天 重的帶的不多 不能好好的攻擊對岸 所以就拋個幾桿 沒有咬 就算了 再一路走進去 依然沒有好的拋頭位置 只要走進了這個最深處 你可以發現水面上有非常多的沉木 代表說這個區塊的水是不深的 就我以前印象 確實 這裡沒有很深 所以我的選擇會是直接玩水表 或是接近水面 然後這個位置剛好 我勉勉強強可以側拋 那我也是在這個區塊 騎了久違的良心爐 可以說是天使敵人 因為我就只能側拋 任拋的距離跟範圍 就只有那樣 大概就是右前方這個區塊 恰好 就在這一桿 拋出去 應該就在魚的附近 應該是拋到水裡倒樹附近 所以有點卡 我就抖了兩下 把牙抖出來 突然 魚就咬了 這時候我還以為這是小隻的 但是突然發現 這條怎麼這麼有力 所以我就趕緊的 把它拖離障礙 因為前面那個路線 會經過一個倒幕 哇塞 久違的良心耶 直到我把它拖上岸 抓住它 我才發現 原來 這一條將近40公分 那這條良心爐 也為我這把桿子 劃下完美的野食據點 因為下次 要再帶這把桿子掉野食 也不知道是什麼時候了 這部影片就這樣 單純的記錄一下 我這把桿子的野食初登場 那我們就 下次見